Hello Ananda 好久没有和大家聊一聊童年太剧了 今天程度就来带大家回忆一部 会把你记得Garten的童年狗血太剧 杜海 还是同样的配方 同样的阵容 同样的狗血 所有的财产 一定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在曼谷有一户超级有钱的房地产大亨 艾老爷 他娶了他一身最爱的女人月如 他们两个还有一个含着金汤池出身的女儿 真的是一身富贵 他们给女儿请了一个保姆威尼 他就酸死了 凭什么别人家的小孩就这么好命 而我家的儿子只能跟着我吃土 上天实在是太过分了 这个威尼呢是个单亲妈妈 她不想再过苦日子了 她发誓 她绝不能让她的儿子输在起跑线上 正所谓孩子的起跑线就是父母 如果父母输了 那孩子的起跑线就输了 威尼很懂这个道理 所以她一定要让自己有钱 我不会一辈子成下去 一次艾老爷带着月如夫人出海游玩 老爷还送了一颗超大的保时戒指给夫人 威尼看到可嫉妒死了呢 结果他们在海上遇到了暴风雨 夫人抱着女儿滑到了甲板边 此时此刻心中的贪念涌入了威尼的大脑 她想取而代之 你的夫妻想够了吧 现在该轮到我了 她狠心地扯开了她的手 眼睁睁地看着夫人带着女儿坠入了大海 老爷以为他的妻女死了好伤心 这个时候威尼就趁虚而入 好辣烟 威尼一定没有想到 月如抱着女儿没有死 飘到了岸边 他们被一个渔夫给救了 这个渔夫的老婆前几天刚因为难产而死 只剩下她和幼子 老婆 你老婆死了 刚好她发现她救了这个月如是义了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 渔夫瞬间私心上脑 她就骗月如是她老婆 你是我老婆是我老婆 于是他们就重组了家庭 带着一对儿女在海边生活 休得一下25年过去了 威尼终于爬上了老爷的床 然而老爷一直都没有给她一个名分 没有娶她 她俨然就是这个家里的高级保姆 不过赚的还是比较多的 你这个月的支票 她的儿子伯腾 也做了老爷的干儿子 老爷也花了重金 把她儿子培养成了一个高材生 可此时老爷却得了绝症 肝癌晚期 活不了多久了 我可能活不长了 这下可好 老爷身边了两个女人 一个是她的亲妹妹小红 哥哥 还有一个就是情妇威尼 他们两个开启了争夺家产之战 怎么样 讨什么 为了讨好老爷 威尼还强迫她的儿子伯腾 来照顾老爷 如果你不去 以后就别再叫我妈了 你说什么 伯腾只好心不甘情不愿地 去伺候老爷了 另一头在渔村 月如夫人跟了渔夫以后 这25年她过得还算幸福 两个孩子也被他们拉扯大了 儿子取名大风 女儿取名小云 好一个风云组合 他们一家都已打鱼为生 收入不多 家里的房子漏水 还借了两万块钱装修 现在他们没钱还 债主找上了门 我都没钱还给他 所以他就来追债了 实在没办法 姐弟俩就把他们妈妈的 那个宝石戒指给当了 就是当年老爷在船上送给他的 结果他们不识货 把价值30万的宝石戒指 这钱还是不够他们还债啊 实在没办法 姐弟俩只好出去打工 这么巧 小云就来到了 爱老爷家的海景酒店打工 上班的第一天 他就遇到了伯腾 小云误认为伯腾是上班偷懒的员工 就和他吵起来了 去找你部门上司 好家伙 泰国的帅哥威领 是不是都要开到裤裆 伯腾就突然觉得 哇哦 这个女生真的好特别耶 爱了爱了 老爷为了怀念 坠海的夫人和女儿 就独自走到海边吹吹风 结果一不小心 被卷到了海里 这么巧 又是我们的女主小云路过 他救了爱老爷 老爷对他是一见如故 因为他发现 小云的眼睛 和他记忆中 女儿的眼睛好像 他就赶紧拿出 钱包里的相片来对比 我的天 这个画面真的看到我急死了 这时候小云 只要勾勾眼睛 看一下照片 他就会发现 老爷的夫人就是他妈妈 可是他片边就是没看 你们说急不急人 老爷感觉小云 好像自己的女儿 就把他安排到身边 做特别护理 这下可好 老爷的妹妹小红 和情妇威妮又不爽了 他们还以为老爷 搞了一个黄昏恋呢 你想要接近老爷 想要取代我女主人的位置 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你啥时候成女主人了 我怎么不知道 甚至连男主伯腾 也这么认为 真是个硬贤的女人 伯腾就开始故意调戏他 老是让小云 给他端茶递水 结果小云一不小心 就把他的文件 却搞到泳池里了 这份文件呢 是伯腾和他好兄弟 一起搞的策划项目的 签约文件 上面有很多村民都签了名 所以他要小云 带他们重新去签约 那让我带你们去好了 结果他的好兄弟 也是对小云一见钟情 好兄弟要骑车 带小云去签约 这下伯腾可吃醋了 喂 拿来 拿来吧你 接下来伯腾就和小云 开启了一段 甜甜蜜蜜的工作之旅 能骑得好点吗 你的体重也不轻啊 相处以后 伯腾发现 小云并不是那种贪财的人 他越来越喜欢小云 臭流氓 臭流氓你要怎样 暗中观察了 威尼要气炸了 他认为这个小云 又想抢他老公 又想抢他儿子 他就开始使用 各种卑鄙的手段 要除掉小云 他一会儿把人家锁仓库 一会儿呢 又把人约到海边殴打 逼迫小云辞职 我就只有打你了 你做不到 我怎么受气 你做不到吗 我的天 我这是在看武侠片吗 感觉威尼的武打设计 比新天龙八部还要好看 小云被打了什么都不说 只是一个人默默承受 他却提辞职 老爷坚决不同意 老爷还以为他嫌赚得太少了 就暗中帮助余夫家 还了两万块钱的债务 昨天晚上有人帮你把钱还了 还派了他的手下 要去帮小云赎回他妈妈 那一万块钱的戒指 结果人家金店老板直接开价三十万 睁大眼看好了 刚好老爷的妹妹小红也在 他一看这个戒指 惊呆了 的确值三十万 他就回家汇报给哥哥 他认为小云是在敲杀老爷 白金戒指 上面香粉红色的珍珠 还有钻石 听他形容 这不就是当年他送给月如夫人的戒指吗 正当我以为他们要认清的时候 呵 我们的大反派维尼早就在门口偷听到了 他提前一步去把那个戒指给买了 老爷没买到 真可惜晚了 我刚刚已经卖出去了 线索就这样断了 维尼却拿着戒指气哄哄的冲到小云家 要问个究竟 此时这个渔夫也猜到了 他现在的老婆 就是爱老爷当年坠海的夫人 可他舍不得离开这个老婆 告诉我 现在就告诉我 你现在就告诉我 维尼的武力值实在是太高了 这渔夫真的是扛不住啊 于是呢 他就扯了一个大火 说戒指是他25年前 在海边的一具女尸的手上扒下来的 维尼已经岳如死了 就放心的走了 还顺便去菜市场买一点水果 苹果怎么卖啊 好家伙这么巧 就让他遇见了卖菜的岳如 他发现他被渔夫给骗了 我还可以再杀你一次 他看见岳如以后 直接释出了他的武林绝学 开始疯狂殴打岳如 这个时候他发现 原来岳如已经失忆了 你说你得了失忆症 他开心的笑出了声 渔夫一家人都觉得 威尼好可怕 所以渔夫就决定 他要带领他们一家四口 搬离这座城市 老爷的妹妹小红 她也是个单亲妈妈 她有个女儿莉莉 这个莉莉呢 这么巧就和渔夫的儿子 大风谈起了恋爱 她见过岳如夫人 这是我的妈妈 刚好莉莉就看见了 爱老爷钱包里的照片 她认出了照片里的人 就是她之前见的大风的妈妈 为什么那么像蓝大风的妈妈 爱老爷不敢相信 他的夫人还没有死 他太激动了 就赶紧冲去渔夫家找人 可惜他们晚来了一步 渔夫带着他们一家四口 已经搬走了 为什么会这样 爱老爷也伤心过度 病倒了 渔夫带着一家四口离开以后 简直是流离失所 这个时候 月如的老瓜子儿子开始疼了 渔夫就带他去医院检查 医生说他二十多年前的头伤 一直都没有治 现在年纪大了 必须得治 要不然会有生命危险 可是他们现在没前置 此时这个自私的渔夫 终于想通了 他不想月如再跟着他受苦了 他决定带着他们母女 去和老爷认亲 我会把你送回去 他信不过威尼 所以就打电话联系了 爱老爷的妹妹小红 小红刚好想利用月如母女 来讨好哥哥 眼看他们就要揭开真相之计 在医院门口 出车祸了 渔夫当场死亡 而月如的脸也被擦伤毁容了 你是说我妈妈的脸 以后就一直这样了 是的 好家伙又不能认清了 这剧情真的是快把我挤死了 因为月如母女没有及时赶到 爱老爷就认为 他的妹妹为了财产再耍她 所以他就表示 他再也不要见到他的妹妹 我的妹妹 他又编造谎言欺骗我 这下可好 威尼一家独大了 他开始了他 谋取财产的恶赌计划 所有的财产 一定是属于我一个人的 首先他模仿老爷的签名 自己弄了一个假遗嘱 然后把肝癌晚期的老爷 软禁在房间里 每天给他喂老鼠药 他不能直接杀了老爷 会引起人怀疑 所以他每天都强怪老爷 喝一点老鼠药果汁 如果老爷敢到处乱跑 他就直接用他的武功来伺候 喝下去 全喝下去才能早点死 真不愧是本剧的第一武林高手 现在老爷只能可怜地 被关在房间里等死 男主角伯腾 并不知道他的老妈是个坏蛋 还跑去找小云 小云就说了 你妈妈坏坏 我不要和你交往 虽然伯腾天天来找他 但他就是不接受伯腾的帮忙 他现在要自己赚钱 给妈妈治理 他听到路边几个小姐妹在聊天 说晚上跳跳舞 就可以赚很多钱 只要会跳舞会服务 会伺候客人 这样就能赚钱了 怎么样 有兴趣吗 我有兴趣 然后他就去了 接下来的画面 简直尴尬的 我脚趾头扣地板了 这个时候小云才知道自己的工作性质 然后他也从叶总会跑了出来 哎呀 我摔倒了 好在此时男朋友伯腾及时赶到 把他给救了出来 经过这件事以后 小云就开始接受伯腾的帮忙 伯腾把他介绍到他好兄弟大伟的公司一起上班 他们两个就可以朝夕相处了 接下来他们两个就开始谈恋爱 真的是甜蜜的要死 你为什么不喜欢我 谁说我不喜欢你 你时常找我麻烦 小笨蛋 找你麻烦当然就是喜欢你咯 他们两个真的是把我甜hold到了 我完全不敢想象 另一头他们的长辈还在家里争夺家产 小红说买了佣人 得知他的哥哥被威尼给软禁了 他就偷偷翻墙进去查个究竟 结果他在他哥哥的办公室里翻到了遗嘱 财产全部跪威尼 他猜到了这个遗嘱一定是威尼伪造的 小红还想去解救被软禁的哥哥 这部剧就很神奇 坏蛋永远懂得出事就要报警 小红就因为私闯门宅被抓了 救命啊 放我出去啊 等他女儿把他保释出来 他再也不敢闹事了 小姑子就这样被摆平了 现在威尼就等着老爷嗝屁继承家产了 所有的财产 都会落到我的手上 他非常的开心打电话给儿子 分享这个喜悦的时刻 结果接电话的人居然是小云 这个白莲花怎么又冒出来了 威尼就直接冲到了儿子上班的公司 你们懂得 作为功夫巨星 威尼当然要给我们多展示几段打戏 他直接把小云拉去的阳台 然后就 天哪小云同学 你就不能反抗一下威尼吗 这么可怕的画面 终于被他的儿子伯腾看见了 这下伯腾开始相信 他的妈妈是个恶魔 伯腾 请你离开 小红也被威尼搞得人不人鬼不鬼 他的女儿丽丽为了救妈妈和爱老爷 只好出卖了他的男朋友大风 把月如夫人的事情告诉了小红 小红就赶紧去求月如出面 救救爱老爷 可这个时候月如已经被毁人了 不知道爱老爷能不能认出他 于是小红就故意打电话要挟威尼 说月如夫人在他手上 只要他公开月如的身份 老爷死后 威尼一毛钱的别想拿到 除非 我要分一半 只要你答应 无论你想带杜月如上天堂 或者下地狱 我都不管 原来这个小姑子也没挨啥好心 只想要钱 但是他低估了五大巨星 威尼的本事 我就拿子弹来挥敬你 威尼带着枪冲到了他家 把他还扁一顿 然后从二楼丢下 直接摔死了 月如好害怕 就逃了出去 威尼就开车撞了上去 这个月如果然是金刚护体 这样都没死 威尼就开始痛击他的头部 然后把他丢进了河里 好运不可能再次降临到你的身上 不好意思 好运还是降临在他头上了 月如不仅没有死 还因为刚才的殴打 他恢复了记忆 更扯的是 他遇见了一个医术超群的好医生 顺带把他的毁容也治好了 所以你已经昏睡了两个星期了 两个星期就可以把毁容治好 你还敢说你没开挂 这实在太离谱了 家里突然失踪了两个人 伯腾也不相信他老妈了 他就翻墙去调查艾老爷 发现艾老爷果然被软禁在房间里折磨 他赶紧把艾老爷送去了医院 这老爷子被强惯了这么多老鼠药 居然还活着 武打巨星威尼 害怕老爷子醒来以后 会把他虐待他的事情曝光 所以他在医院里面 就直接想把老爷子给闷死 世界上只有死人才不会说话 好在贝利里发现阻止了他 他要告发威尼谋害老爷 可是没有人相信他 好在伯腾是个明白人 他知道他老妈不是好人 就故意骗他 老爷已经死了 艾卡林先生已经死了 他妈妈就开开心心地去举办葬礼了 终于死了 趁他老妈不注意 伯腾就暗中安排老爷 去和月如母女相认了 他们终于相认了 老爷满足了最后一个心愿 死在了月如的怀里 老爷死后 伯腾就带着众人 去揭发他老妈的真面目 家里的佣人开始疯狂吃瓜 假遗嘱的事被曝光 威尼就持枪炸车逃跑 最后被警察击中了轮胎 冲进了河里 原本以为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月如母女继承了老爷的财产 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可突然出现一个画面 简直把我吓死 我没那么容易死的 这个画面真的是太吓人了 没想到威尼还没有死 不愧是武打巨星 直接给月如夫人捅了一刀 小云就赶紧把他引到了海边 经过一阵牛打 鸭鸡 威尼掉到悬崖边 此时他又求小云救他呢 小云居然真的伸手去救他了 疯了吧大姐 这个时候被捅的月如夫人爬了过来 赶紧提醒女儿不要再圣母啦 唉 想想这样的人就算继承了百亿家产 估计没几年也会被人骗光吧 又是我们的男主伯腾及时赶到救了他 而威尼掉下了悬崖 以待武打巨星 威尼终于嗝屁了 男主看着妈妈的尸体伤心不已 最后他们继承了老爷百亿家产 幸福地生活在一起了 完结 撒花 最后归求各位安娜达给大头虫点一个订阅 你的订阅就是我最大的动力 大头虫是虫哥说定你在油管的唯一赵套 感谢大家的支持 么么哒